再来看到安心旅游补助上路 暑假期间国旅人潮大爆发 尤其是在花莲 旅客使用安心旅游补助的费用 高居全台第一 如果不提前应两个月订房 要来到花莲玩都是一方难求 这也让当地的洗衣厂 已经快附和不了大量的订单 那么就有民宿的业者 干脆自己动手洗床单 暑假期间 搭配安心旅游补助方案 好上好水的花莲 就成为了旅客心目中的首选 想要来玩 如果不提前应两个月订房 恐怕是一味难求 过年大概是一个礼拜的量 陆陆续续到元宵节 但是现在暑假是每天都是八成以上 假日是全部都报的 在花莲要找房间 有点困难 你没有时间订不到房间 洗衣厂内满坑满谷的床单 数量多到有点惊人 面对大批旅客入住 每天要换洗的毛巾床单 也让洗业者得天天加班 当然在客户端我们不能延迟交货 所以每天工厂工作 大概有20个小时 就是为了今天收的货 隔天就要送到业者的手上 所以整个人事成本跟压力 是非常的庞大的 旅游业者每天要送洗的数量 多到洗衣厂难以负荷 就由业者干脆自己清洗床单 在空地拉起晒一绳 把洗好的床单赶快晒干 但怎么洗也赶不上给旅客使用的速度 只好再出其招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量不够的时候 赶快请那个备品的公司 赶快跟我们做新的 就直接买新的 对买新的回来 要不然来不起啊 没办法 人潮多到不只是旅游业者忙不过来 就连名产店的业绩也是大爆棚 就是像这次的暑假 国内疫情趋缓加上政府推出的安心旅游补助方案 暑假期间国旅人潮大爆发 尤其是在花莲 旅客使用安心旅游补助的费用高居全台第一名 看见各大景点涌入满满人潮 展现超强消费力实在是很惊人 记者许黎晴花莲市报道